CY做好這份工作 保皇都要臉隆隆 會做過兩人發掃 前往我會向全社會再一次交代 做一個總結 希望做了這個總結之後 我能夠集中精力 做好自己作為行政長官的工作 來今星期日 民主黨就搞了一個賭樑大遊行 祝他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台呀 建制派的態度就是 其實你來我當然不反對 不過你不來我都無所謂 其實這一種態度正好 令到梁振英覺得 好像她自己 是有一個在立法會上 議會上的支持 林鄭就醒了 見最近細色這麼不對勁 現在民親潛建 都是聽不到 見不到 民主黨下星期三 會向思威提不信任動議 工黨和公民黨 都將會提出權力及得權法 調查CY的潛建搜紋 如果他不來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行為是在職之後的行為 而是如果他的行為顯示到他 滅視立法會的監察的功能 我相信靠成獨職行為的機會 是大大增加 沒有了長毛議員 也有甚麼所謂 還有長毛 而長毛就計劃啟動彈劾程序 但現在只有六個議員支持 還欠12個才夠數 Martin就會負責出手 草擬議案民本 民主黨和公民黨 很大機會加入聯署 亦都給所有的公職人員 做一個警惕 做一個警戒 所以我們是支持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如果不能夠通過的話 我們是會考慮支持彈劾 李歐雷地談 他就和一班保皇黨撐抬腳 但一樣被人圍攻 勸他清楚交代潛意問題 我亦都不排除 用立法會議員 談出的那三種方法 任何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透過這三個方法 任何的方法 可以一次總結 向社會交代 再提提大家 接下來的賭卵大遊行 民主黨夫約大家穿黑色衣服 誓要思威就誠信問題下台